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是Luster 老实讲我已经四个多礼拜没有上传新影片了 因为最近实在是比较忙 然后呢 有些新工作要做 所以跟大家说是不好意思啦 因为刚好今天 有放台风架嘛 所以我有时间可以拍影片啦 好 今天呢我想 之前一直盖车站 盖的那一条 也是非常累的 那我们今天就 不做任何的 建筑教学 就单纯回家吧 车子刚好到了 好我们先坐上去吧 这个车站呢 比我 住的村子 其实还蛮近的 只是我想在这里 盖一个车站 那么在这里盖车站 我想未来村子的范围 我应该可以再扩大一点 所以呢 就用这两个车站的距离 来当做我们村庄的范围 好我们到了 下车吧 那我在这里切换成第一人称 好 相信大家对这个车站 应该很面熟了 如果 你有看我前几集的影片的话 那么 这就是我村庄的 手最地 那么 这个车站有经过一些改装 因为原本的车站 它的偏花板是比较低的 那我把它改的高一点 然后做了一些装饰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么这里很特别哦 因为下面是一个湖 所以我把这个车站的 这一部分的地板 改成透明的 大家就可以看到下面的湖水了 现在 晚上暗暗的 有一团黑的 好 早上啦 我们先走出去吧 那么 从这边出去呢 可以刚好看到 可以刚好看到 有个楼梯 可以通到我家 那么 今天的主题呢 介绍 介绍 我 原本 家里的样子 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喔楼梯好长啊 喔上来啦 好啦 其实我有盖电梯 可是我没有做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从这边看下去的话 风景就像是这样子 你看 你可以看到火车 从这边经过呢 那么各位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 地图的组取有点慢 所以你就会看到 下面的景象都是慢慢的自己跑出来 好 这就是大概我们这个村子的风景 大概是这样 好 我们继续吧 好 首先呢 我在这里 有做了一些 流程图的介绍 首先 一楼就是农场 我会在那边种一些 农作物啊 或是 稻米之类的 所以如果我想要种农作物 就可以在那边取得了 二楼就是我房间 那么三楼呢 我也盖一个客房厅 如果有客人来 客人就可以睡三楼喔 好 那我们先去农场吧 基本上呢 农场这里 我是做半开放式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 有一部分的墙壁 是只有做柵欄而已 就是这样的 好 我的农场到啦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 封闭的农场 不要问我 为什么会这样盖 一般的农场是不会这样盖的 这种东西怎么会 种在封闭的区域呢 接下来呢 这个楼梯可以通往楼上 那楼上这边呢 我就种了很多的 稻子啊 还有 你看每个稻子呢 中间都有一个水流 这里 就是种南瓜和西瓜的地方啦 那么 阳光除了从外面透进来以外呢 我也在上面加装了一些 红石灯 还有 红光石灯 这样就可以 让它 有足够的光源啦 我这里就是放一些 采收的浓作物 然后还有 一些主要的用具啊 之类的都可以在这边用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在这个地方也建了一个 给动物生存的区域 对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这里就一些牛啊 和羊了 因为我很久没回来 要不然本来这里会有很多猪啊 之类的 还有兔子呢 外面 这个就是木栈道 如果从另外一边走过来呢 就可以从这个木栈道走过去啦 等一下我们再从这边走看看吧 这里呢 就是厨房啦 厨房呢 这里有蛮多的熔爐啊 还有药水台 可以做药水 然后这里放了一些水桶 还有一些 主物箱 这里都有放喔 这是一个大桌子 当然也有沙巴 还有一些蛋糕 放在桌子上啦 那么我在一些区域呢 都有设置这样的 露台 当然就可以看外面的风景啦 例如说 后方的神庙 等一下我们会走过去看看那个神庙 当然呢 在神庙旁边我也有设一个车站 那么等一下 走过去就可以看到啦 好 这里就是大厅啦 太阳真亮啦 看大厅呢就是 有些简单的装饰 就是 武器台啦 沙发啦 还有 武器栏 有电油 还有TV可以看啊 那么这里就只是一些简单的装饰而已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回去了 所以 我也很少装饰 那么等之后有时间 我再好好的 重新装潢一下吧 那么这里就是我的房间啦 我的房间其实不大 有四张床 有四张床 还有一个TV的 唱片盒 然后 还有一个小浴池 我随随都能泡澡喔 然后这个是电灯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 当然 我也是习惯做落地窗的 所以你看这份落地窗 踩光还不错吧 外面的太阳可以直接透进来 那么呢 这样的话 早上也可以有阳光 照进来 可以叫我起床啦 那么这里 在我的房间走出来 也是一个阳台呢 也是一个阳台呢 把这个打开吧 你看 平时有太阳的时候 可以坐在那边 吃东西聊天啦 还有阳闪可以用呢 看还不错吧 可以看风景了 接下来我们到楼上看看吧 好 我们到楼上啦 楼上基本上就是 有很多的桌椅 如果 像我这样的主人 要跟客人聚会的话 也可以在那张大桌子 吃东西喔 反正 厨房就在楼下 其实 蛮容易准备东西的 那么呢 这些就是客房 有像这样的 小心两人房 那这凯是两人房的楼上 那当然呢 可以放在楼下面 过来这边 这边 其实我有把空间 利用到房间姿势 有 大概算起来有六间 差不多 三人房啦 以为这间就是 比较是比较常性的 然后 从这里可以去看 漂亮的 刚好是夕阳 好 晚上啦 那么呢 晚上的话呢 我们先去洗个澡吧 去农场的时候 经过一个公共浴池 我们去看一下吧 那么从这个楼梯呢 我们刚刚是从这边上来的 那从另外一边下去也可以 去我们的 公共浴池 所以我把这边的走道都规划得很完善 你要去什么地方都可以 是蛮方便的 好 那我们进去吧 那么 这里是温泉 那么 在泡温泉之前呢 要先充个澡嘛 我们先下去 这里的话呢 我们这里有很多间浴室哦 通常就是这种小间的浴室 然后 一次我有盖了很多间 所以很多人使用都没关系 好 抽完澡的话 我们就上去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个 公共浴池 温泉 那么呢 从这里看下去的话 还是有风景可以看的 有美丽的夜景 那么 像这种地方呢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天花板上面 有一个地方是镂空的 那边是我们村中的一个天空树 我是把这个树一直种到 这个世界的最高点 这就不能再盖了 这个是最高的 那么大家可以 从这里可以看到 上面的夜空 一边泡温泉 一边可以 看到美丽的星空 还不错嘛 好 洗完澡了 我们就到 这附近 散散步吧 首先呢 从这条路走出去 就可以到 房子后面的木栈道啦 好 那么我们 从这里走吧 关个门 好 那么 从这个栈道呢 我们一直走下去 好 我吓一跳 好 先来那边看看我可爱的马儿 好 那么 大家如果看我之前 介绍的 Dice Furniture 插件的影片的话 那么 也可以注意到 我这里有一个马厩 有羊很多马 然后呢 我有 羊羲在这里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蛮多只马在这里 有些都从小马 长成大马啦 看我多久没回来了 看我多久没回来了 这里呢 有一个水池 满 如果要 喝水啊 或是要 泡水都可以 那么后面还有一些空地 那么这边就是我之前介绍 Dice Furniture 的地方 其实我应该可以再把地弄大一点的 我感觉有点小 之后再扩大看看吧 好 那么这边呢 就是 马厩 马厩管理员的 住的地方 就是我帮他盖的一个房子 大家可以看到也是 有蛮多集权的家具的 然后呢 他的房间还有一些电视 像这样 那当然还有石桌 好 谢谢他 我们先离开吧 然后继续走 那么呢 从这条路通过去 大家可以看到地板的材质有点改变了 没错 后面就是我们的神庙啦 那这个神庙呢 那这个神庙呢 里面有 一个 很神奇的 很奇怪怪的声音 那么呢 这是我村子的地狱门 这是我特别建造的一个地狱门 你看这个神庙看起来有点诡异 对不对 哦 好啦各位 今天的 我的家的介绍就到此告一段落啦 那么呢 大家如果有想要看的桥段啊 或是 有什么 特别的游戏 想要 让我去做一些影片的 也可以告诉我 那么 大家可以影片说明下面留言 说你 到底喜不喜欢这影片呢 如果喜欢的话 就按个赞吧 那么也感谢大家收看这 一系列的影片 说实在的 这段时间我可能 更新的频率会拉长 那么 就请各位 见谅啦 各位如果 时常在外地工作的话 也要 找个时间回家看一下家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去睡个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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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哦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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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